促进人才互通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重要目标 2020年底深圳公务员考试中 共有5个职位定向港澳选拔 吸引446名港澳人士应征 平均89人争夺一个职位 安郡人力资源顾问董事总经理周启平 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深圳作为港澳选拔的试点 不仅吸引港澳年轻人踊跃参与 更有利于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工作生活圈 我相信以深圳作为一个试点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第一 深圳最贴近香港 它那个经济的实力 与香港比较可以比平 变成对年轻人的吸引性就比较高了 第二 深圳是贴近香港 我们看到好像是福田区的职位 是多些人申请的 因为它要回香港比较容易 即是说它可能每天跨境 去上班是可行的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香港经济持续低迷 周启平表示 深圳公务员收入可观 稳定 对香港刚毕业的应届生而言 极具吸引力 我想在目前市场的状态来说 就会是一个稳定的工作 和一个都是可以跟香港比拼的一个 薪酬福利 目前来说就是这个 是排第一的 因为我们在疫情之下 我们经济的水平就在谷底里的 所以就变成年轻人 就是找工作 目前来说在香港都是不容易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 使他们会考虑这些职位 周启平强调 深圳在港澳地区选拔公务员 不仅为港澳年轻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更是让大湾区概念 由商界到政界的全面推进以及落实 深圳政府它走出这一步 其实我相信就是落实这个大湾区 原本就是一个概念来的 那现在来说 深圳政府真是去请港澳的年轻人上去 这个真是在制度上落实下来 而我们也有不少的香港人 其实在国内广东省大湾区在做事 但是都是商界 而都不会去到政府的层面 所以现在是去到政府的层面 那个的意义性上是非常之重大的 就是说除了商界 我们是在政府上 都是接纳港澳人士去进入的 所以就变成在人力资源上的融合 我觉得在意义和实行性上 是一个很有深厚的力量在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全面的推进与落实 周启平相信 未来中国内地将会有更多的城市 开放港澳人士的定向公务员考试 且涉及名额 岗位 领域也会更加多元化 让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进一步融合 我相信如果你说这些计划 发展的方向一定会是 那个数额 名额可能会增加 在增加之外 有可能就是会说 他们的对象也会多元化一些 譬如说现在来说 就是对象只是新不业生 那会不会将来就会发展到 要求一些有经验的专业的人士呢 那些对其他政府的帮助都会是很大的 那目前来说 就是现在只是深圳是第一个点 那我相信发展就是应该 因为我们一个是一个大湾区的计划 那自然就会是 其他的城市都有可能是会有这些安排 那然后呢才能够造成 大湾区人力资源的融合 那所以我相信是会是 无论是在点上面 又或者是那个名额上面 都有可能是会增加